113年期的车辆使用牌照税4月份开征了 而税务局也提醒车主在4月30号前要完成缴款作业 而如果车辆在这次地震当中回损 也可以先向监理机关申报停驶 或拍照并在一个月内向税务处提出停驶证明 在停驶期间不会课征牌照税还有燃绕税 113年期车辆使用牌照税4月份开征 税务局提醒车主在4月30号前要完成缴款作业 而如果车辆在这次地震当中回损 可以先向监理机关申报停驶 或者是拍照并且在一个月之内向税务局提出停驶证明 在车辆停驶期间不会被科征牌照税和燃料税 如果车辆受损的话 第一个先拍照 第二个就是检据相关的清单 就是比如说你到修车厂修理 修理呢 请附那个修车厂的 请车厂开个证明说 你修车的起气的时间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 同时要去监理机关去办理停驶 那也是从4月3号开始办理停驶 那一直停驶到你修复的那一天 那这段期间呢 排照税呢 是不用可税的 那燃料费也是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对于地震灾损 是采从宽从优 从述原则 希望可以维护民众权益 也减轻民众的负担 接着回坏事报道